大家好 今天回来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Dior的 一个变色口红的一个 替代品吧 我是觉得说这个变色口红 我非常喜欢 包装很漂亮,但是我是觉得价位太高了 我买的是一个粉红色的 颜色很漂亮,然后呢 也是非常滋润,我真的是很喜欢 但是我觉得因为用起来 真的是太快了,非常的伤 所以呢,我就是在无意当中呢 在那个韩国的官方网站 那个Industry的官方网站上 买了这个 它的官方网站呢,运费是要 在50块以后 才会比较便宜吧 但是呢,它网站上面会就买这个 润唇膏是买一送一的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买了两个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非常漂亮 特别是这个淡粉红的颜色 跟这个Dior的唇膏 颜色我觉得没有几乎是一样的 而且效果也是一样的 这个粉红的颜色呢 我觉得包装也很可爱 然后我就是 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嘛 就是天天就是擦这个粉红色 睡觉的时候也擦 在家里的时候也擦 我就觉得你不化妆擦的也很有气色 你化妆也很可爱 然后呢,你看我都用了很多了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精用 因为我还是那么多 颜色很漂亮 我不能给大家swatch这个颜色 因为我另一只手 在拿我的手机在给你录视频 那另一位颜色呢 我也很喜欢有点西瓜红的颜色 也是非常的显白 这两个颜色都很显白 那我是皮肤比较白的人嘛 所以我就 这个我也很喜欢用 特别是你如果妆况的比较 深啊或淡都可以用 我就觉得这两颜色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你们想试一试的话 也可以在Amazon网站上面找一找 因为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想买 就是说买在美国网站上网的话 可能Amazon网站上有 那在Indust Free网站上呢 你就是要买50以上 我是买了100块钱嘛 所以是免运费 好吧 那就这样咯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太贵了 这个Dior 好吧 那你们如果有好的产品 也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